今天的他们看好中国和大家见面的是南非驻华大使谢盛文 今年是谢盛文大使第三年受邀旁听两会 他表示学习中文让他可以更好地了解政府工作报告中所传达出的积极信号 其中的一些数字和关键词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今年他的工作目标之一就是帮助更多南非企业享受到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红利 同时也给中国企业赴南非投资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 一见到记者谢盛文大使就十分兴奋地秀起了中文 一笔一画写出了自己的名字 在中国当大使三年多的时间谢大使一直在通过网课学习中文 他告诉记者这几天旁听两会时他已经可以听懂其中的一些关键词 近年来中国和南非双边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中国企业对南非的投资也在逐年递增 让谢大使印象深刻的是去年在他参加的一场投资会上 一家中国企业宣布向南非地方采矿企业投资60亿元人民币 这两天谢大使还接待了来自南非的访问团 带领他们与中国汽车和采矿业的知名企业进行交流 过去一年谢盛文大使带着南非企业参加了中非 经贸博览会 树贸会 练博会以及进博会等多场国际合作活动 这些企业中有的收获了大量订单 有的寻找到合作伙伴落户中国 谢盛文大使说 中国继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等扩大开放的措施 将给南非企业在华投资提供更多便利 the South African companies investing in your economy they are growing year after year before used big corporations now even medium sized corporations from South Africa they are finding it easy to penetrate the Chinese market one of our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medical companies they attended the Shanghai Expo 他们在中国做好业的业务 在两个节目中 我们会看到更多南非公司 谢大使在采访中还透露 他正在努力推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被列入南非值得信任的雇主名单 享受更加便利的签证政策 并早日实现南非对中国游客免签 I was looking at that in the report that the disposable income of Chinese increased last year which means now the Chinese tourism consumption will increase we are rolling carpet, red carpet for them to come to South Africa and enjoy our culture, enjoy our cuisine it also help us to reduce unemployment we are all there you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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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